Youtube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闪闪公主 闪离我 我是善闪 我是公主 我们今天就是 有点 匡匡 一次也没有 我们就没喝酒 没喝酒 但是我们很想念 有一阵子没有尽兴的喝了 只是我还好 因为我昨天 10号号 我昨天是我们 三月份的寿星 然后酒就这样 就这么大牌 所以是跟你老公的朋友 对 因为我老公生日 双鱼座生日 然后我们后来还去一个 private bar 就是一个 你知道格马兰 台湾唯一的那个威士忌酒 格马兰 然后他自己的private bar 金车 对 金车企业的 然后哇 我喝到他们得奖的威士忌原酒 有够香的 而且我跟你讲 喝到好酒就是这样 威士忌其实很浓对不对 第二天不会难过吗 对 我喝差不多 一点点啦 没有那么多 shots 但是我今天早上 就七点多就起来 然后神清气爽 一点都没有头痛的感觉 哇 好久就是这样 喝了多少 就一点点啦 主要可能是因为 只有喝一点点 很怕 对 但也没有啊 我们昨天从七点 一路喝到十一点 慢慢喝啊 对啦 慢慢喝 还不错 对 你多久没喝酒了 我上一次喝到有点醉 是什么时候呢 哎呦我现在因为 常常都很kia 所以我不太记得 我上次喝到有点醉 我那个是 也是生日 十月份的生日 然后我们是去Katia的party 然后之后我就赶去我朋友的生日 然后因为我是迟到 然后我是小小吃一点东西 然后大概就是喝蛮多 已经喝蛮多杯了 红红白酒 然后又去single唱歌 然后就sh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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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shut到三点 然后我隔天 我就这样回家 因为我是那种 我一定会保持清醒回家 然后回家就是 可能要吐就吐啊 要睡就睡 反正不管怎样 但是我一定要是 看起来平常的样子的回家 这样我的状态就是这样 我隔天早上要去山上雪山 记得吗 我隔天早上要出发去雪山 我还先到他们家抓咪咪 咪咪送过来 然后我那一整天很糟 我那一整天都在宿睡 一直到晚餐 喝了回魂酒 是什么麻油鸡酒 哈哈哈哈 就是他们晚餐 有一道菜是麻油鸡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是可能是全酒烤的 哦 所以他就有酒 因为在山上啦 对 一喝完 一喝完那一碗汤 醒 我就醒咧 欸早上你知道 因为喝酒喝完 喝酒的碗很 隔天很烦 嘴巴都会有一个味道 然后你就一直很想要吃东西 吃很多东西把它压住 但是通常是不可能压住 嗯 但是你就会吃超多东西 然后都不会好这样子对 然后我就是因为那个麻油鸡酒 我就整个醒来 所以人家说回魂酒是有原因的 回魂酒是早一点喝 对 以后不要拖到晚上了啦 不要拖到晚上 欸原来我早上起来就一杯了 早上起来就一杯了 就是多 哦 啊早 你没有晕车 有啊就超晕到的 然后还是走不是在吊车 然后就觉得很难受啊 哦 原来那天 对 你还去走吊车 对我们还去走雪山 这是雪山吗 好像是耶 对 好像是 之类的 嗯 就很难受 我忘了 我上次喝醉 喝很醉哦 哦有 我现在有 去年还前年吧 还经过急诊室 哦对 哇你真的超精彩 欸等一下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想说轻松聊一下 我们大家喝酒的一些趣事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些 我们周遭我们的朋友圈 都蛮多趣事 还蛮疯狂的 有 超疯狂 光是虎哥都不知道 有几百个东西可以讲 不然跟我们自己 包括虎哥的同事也很多 都很好笑的 好你先讲你那个 急诊室好了 急诊室哦 急诊室就是 其实就是喝醉啦 喝到整个晕过去 这样子 好可没有 我真的很害怕你晕过去 其实只是睡着 就是喝醉了睡着 但是他们好像就是 叫我叫不行 对 然后就很害怕 因为就顾虑到 我现在还是一个病患的 对对对对 身体还没有那么好 然后那一天去的朋友们 就很紧张就说 这不行 这一定要叫救护车 所以你说救护车 哇你好猛啊 然后他们就叫了救护车 然后把我就是让我到那个救护车上 然后他们就 我还记得我中间醒过来一下下 因为他们在救护车上 他们在讲说要送去哪里 送去哪里 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 你还醒来说 正信 对 对 我先讲 核信 哦核信 核信 然后跟他们讲我是病患 他们会收的 这样子 然后我就运过 哦真的啊 你那时候很累吗 还是怎么样 我好像 对我好像没吃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比较晚到 真的要点味 对对然后一进去 一进去可能就开始就是很快的 因为人家已经进行到一个程度 他们已经 已经比较好开了 对就喝的比较快一点 那如果我们是贩途加入 没有慢慢进入的话 可能就会很快的那个 而且我酒量本来就不是那么好的 我本来就是酒胆胜过酒量啦 这样子 所以就是那一次就是急诊室 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 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 我只有那一幕就是我这样子醒来 然后说核信 大家说核信 然后我只有这个印象 其他的没有印象 但是听说我弟 我弟说他有坐过救护车 其实倒霸 倒霸酒量还不错 对 但是以前呢 倒霸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次他好像整夜未归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倒霸不太会这样 对 他不管喝多晚 他通常都会回来 然后呢 那天他就回来以后 然后他后来反正中午 中午他比较清醒了吧 他就说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皮夹也不见了 手上 因为倒霸 反正倒霸蛮 很时髦时髦的 就是手上会带一些什么 天哪 MS啊 什么Tiffany啊 那些 都不见了 对 然后还有表 也不见了 他说他什么都空空了 这样子 我说怎么会这样子 对 他说 他说很严重耶 我说那到底是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机会让人 你是在电车上带那个吗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什么叫做你不知道 他说因为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家的床上了 不是 我在天狱街的路边 哈哈哈 然后我躺着有一个 阿伯一直这样看着我说 弟弟你还好吗 醒醒吧 你还好吗 弟弟我帮你叫我救护车 所以他有坐救护车吗 后来有 他说他坚持他不要坐救护车 可是救护车说 我们还是把你送到家吧 他说可是我们家 其实天狱街离我们那个 旧家已经蛮近了 但是他们就说 反正后来他是坐着救护车回家的 但是他就不记得 他为什么后来 找不到他所有的东西 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打电话给他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好像跟他们财务部 他是财务主管嘛 然后就跟他们财务部的去聚餐 然后那些财务部的女生好像就是 趁他喝醉的时候 把东西全部都收好 哦那人还蛮好的 但是全部跟他讲要吓他 我跟你讲我有被吓过 我现在想想很生气 对 那好像说我生日的时候吧 然后我 因为我不是都常在带这种恋戒 然后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我生日跟我老公出去吃饭 跟我老公出去吃饭呢 你多多少都要带一些婚戒或什么的 吃完饭以后 我的女生朋友约说 他们在另外一个喝酒 然后我老公说 你生日办 你就去跟他们喝 人很好 结果去了就跟他们聊很开心 我不知道可能这个我在玩吧 然后我可能有 简单的放下来 然后什么的 然后我没有发现 我之后要 就是要差不多走 我就说 为什么戒指怎么都不见 婚戒 对啊 然后我就在那边到处找 然后大家就这样帮我找哦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真的都找不到 然后结果他们就是 就是我的女生朋友就这样 嘶嘶笑笑的说 在这里我帮你找到了什么的 闹你 我觉得是闹我 然后来想一下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 对 然后我其实觉得这种玩笑 有点过分 哈哈哈哈 没有因为 对 对 是不是因为就是 对因为是婚戒的话 对而且你不能趁人家酒说 而且这不好笑啊 这一点都不好笑 你就是看一个 就是太慌张了 然后在那边很慌张的 在地上爬来爬去找 哦啊 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对 因为后来想到是 还我那个人是平常很会恶作剧的人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是恶作剧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 嗯 就是有点趁人之为 虽然觉得很好笑 但不好笑 对 我觉得嗯 对啦 女生之间好像比较不太 对啊 女人开这种玩笑 哦 真的吗 男生会吗 男生 可能像我的弟他 可能事后就算了吧 哦对 他可能念他们一下就算 哦没有啦 因为我月亮天蝎啊 所以我会记到这么久啊 也是也是 对啊 因为我后来就是 没有想乐器 然后 对就是让我在那边 很狼狈的找找 对然后要 就是那个居酒屋要关了 嗯 然后还不还我 就是让我就是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一直找到居酒屋 就适可儿子就好了 然后到最后我说 算了 不然那你们如果整理东西 有找到 你再跟我说好 我还留了电话 他才拿出来 蛤 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但是玩笑也开大 对我觉得你找一下下 就赶快还你的话 那也就算了 对对对对对 我也这样觉得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是更夸张 他有一次也是 跟你弟同的状况 就是喝完酒以后 然后就隔天早上 在他家 但是全身都 都不见之外呢 他连裤子都没有 哈哈哈哈 这你应该有听过 然后呢 他就觉得天呐 我怎么会被爬 爬到连裤子都没有 结果他就去他们家的社区 因为他是一个大社区 他就去社区 调监视录影带 这样看 然后就这样看 然后就这样看 很久 发现他就是在家里外面的一个 某一个 就是还没有到他家 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人 自己在那边脱衣服 他以为他到家了 对 然后以为说 已经到了整个客厅啊 所以他就开始脱 然后脱完以后呢 对就是慢慢爬回家 这样睡觉 女生的男生 哦还好是男生 但我觉得也太糗了吧 太好笑这个 这种事情很多 他一直他以为他自己被爬 我有一个男生的朋友 因为他住安和路 对 所以他约唱歌都是约 潜贵收狗 然后他下 就是喝完酒就可以走回去嘛 然后他以前就是那种 反正几乎一个礼拜 有五天都在收狗潜贵的 哦潜贵之心 所谓潜贵之心 对 然后呢 他说有一次啊 他就是喝喝喝喝喝 然后结果他就记得他 穿了外套 对 然后走了 对 但是后来他就 他最后的印象好像是在人爱路路边 要过人爱路 对 他会安和路嘛 但后来就没印象了 对 等他再有印象 他觉得哇 我怎么很冷 很冷 并且如果他在那个路口 睡着了 真的假的 然后外套被偷走 啊 诶 我跟你讲 他外套被人家拿走耶 太夸张了 然后 他就说他觉得 他好像就是睡着前 那记得有一个什么 骑脚踏车的贝贝 他就觉得 不单纯 案情不单纯 于是 哦 鞋子也没了 被偷外套的鞋子 对 鞋子也没了 然后他就先回家 光脚先回家耶 那一开他拜还说 诶 你去哪里啊 他说 哦 我去跑步啊 对 然后很健壮 没有穿外套 对 没有穿外套 没有穿外套 因为很热 对啊 也没有穿鞋子 他说我去跑步啊 然后后来他越想越生气 然后他就跑去 潜贝那边找到找 真的找到他外套耶 挂在一个脚踏车上 好夸张哦 那就真的被偷耶 然后还被挂在找他车上 对 但是鞋子就找不到了 可能因为才穿着啦 对 诶 我跟你讲 我夫婿 你知道台湾还好 脱掉外套不太冷 我夫婿在加拿大下雪的时候 好像听说他去clobbing 然后你知道 就是有下雪 然后酒醉到 睡在路边 嘿嘿嘿 哇 诶 那真的好险 没有失温耶 懂死 真的吗 就是有点夸张 但我忘了他有没有被偷 他好像没有被偷东西 就是好险 那他有被人 好像有没有被人 叫警察或是什么 没有 他就一路睡到早上 诶 你也知道 我夫婿比较会睡着 他就一路睡到早上 而且没有失温 而且应该睡得还蛮饱的吧 就是睡到说 诶 精神变得比较好了 可以回家了这样 天呐 他居然连在 雪地 雪地 雪地也可以睡 对 我觉得很夸张 还不错 蛮厉害 蛮好的 蛮好的 切切切切地没有怎么样 一讲到喝酒我们就讲不完 真的 那我要讲一些虎哥 他跟我讲的叙事 好 所以你没有真的经历过 是他年轻的那个 猖狂往事 也好像不是他本人 就是他讲一些 他们同事 因为他们那个行业是 在早年是都要去应酬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 大部分的那种台商公司 都是要这样 就是红酒直接一杯 喝喝喝喝喝喝玩那样 什么红酒 whiskey sorry 一杯要这样喝啦 对 连whiskey 公杯 公杯 反正他们就是早期都要去应酬 所以就 但是因为他们公司有 就是有在 也有在台北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不同的办公室 对 但是有时候你在 的同事 你也要到台北来应酬 对 然后他们公司又非常是 比较日式文化的那种 非常注重就是初期状况 比较保守的 对 早上迟到啊 什么的是完全不可以的 不能被接受 所以不管你前一天 喝到多玩 吐到多叮 就隔天一定要准时上班 对 那可以就是一打卡完 然后趴在桌上 不可以 不可以 那种先睡 不可以 但是 有同事就想 出厕所 没有不是 他就想说 那么远 我现在回家 我明天早上一定起不来 对 先他半夜 就直接坐车 哈哈哈哈 同事里面睡 睡在他的桌子上 这样子他的睡 所以早上他是被同事叫醒的 OK 然后他叫醒之后 还没完呢 叫醒之后他就这样 在那边就是很晕啊 这样嗯嗯 然后同事陆陆续续都来啦 对 他就是很晕很晕 然后他就嗯 然后大家就看到他 嗯 嗯 噢 噢 噢 他们就说 不要 你不要在那边吐 你不要在那边吐 但是他来不及了 他就把抽屉打开 噢 吐在里面 哈哈哈 然后他们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办公桌 对 是不是那种后来的材质 是那种铁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做过那种 那种拆不下来的 哦对对对 那个抽屉拆不下啦 所以他后来事后就是在那边擦的时候擦超久 欸吐真的是很难 他在那边 呃呃呃 哈哈哈哈 哦好恶心哦 超丑的 他们就说嗯 我真的很怕酒醉的吐 你知道我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我其实以前不是有会喝酒 就是还没去英国的时候 我觉得酒不好喝 嗯 对然后去了英国以后就是开帖 我喝酒的人 好喝 就觉得酒不错的住性 哈哈哈 然后呢 我是先从 对 Apple Cider 嗯 Cider 好喝 然后啤酒 然后Whiskey Coke 然后呢 我到 从英国回来的倒行 还在Whiskey Coke的阶段 真的吗 对 可是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Whiskey的阶段了 纯Whiskey的阶段 对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Whiskey Coke好喝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像我朋友之前 阿咪他们就是Takla Shop 嗯 那Takla Shop我完全没有办法 嗯 然后哦对 我那时候还可以喝红白酒 然后Rosé OK 然后就是Whiskey Shot这样子 然后Whiskey 对Whiskey Coke 然后结果到台湾以后我就开始 就是我朋友要出去玩啊 唱歌 然后说很新鲜啊 大家都 哇我们东西又回到台湾的朋友圈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是 我朋友约我去 反正是大包厢 然后大家在喝 然后有啤酒 嗯 还有Whiskey 嗯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说 欸来来来喝Whiskey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嗯我喜欢喝Whiskey 然后我就喝口感觉 就很泰呢 我平常都想加可乐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我朋友就说 这边没有可乐 有啤酒 有啤酒 没有他们有叫 那就叫了 他说要不要加茶 因为他们也是习惯加茶 有一阵子流行什么Whiskey加绿茶 对那个茶里王的绿茶 对然后我说 我喝到这我不喜欢 我加啤酒好了 你是韩国人哦 你知道我不知道 啤酒加上Whiskey有多可怕 然后我一天我就说 这有对到我的味 我就我喝超多 我当天可能喝了一瓶Whiskey吧 然后就是一瓶的Whiskey 然后加啤酒 啤酒 你不撑吗 是蛮撑的 因为我没有吃什么 我没有 我有吃 我吃了一碗 乾贵的牛肉面 因为乾贵牛肉面很好吃 对我喝了一碗 乾贵一定要吃牛肉面 还有排骨饭 还有水酒 对 然后现在有麻辣烫 麻辣烫很好吃 然后还有臭豆腐 台湾小吃 平盘 台湾小吃一定要 对 anyway 我就这样等会回家了 你知道就是 因为还好我家也是算紧 所以 前贵 中小前贵到我们家 OK 就距离这样摇一摇 我一直翻腾着 然后我就上去了 我家 嗯 哇 开始不得了 发作 超可怕耶 就是我没有办法对着我们家的马桶 哈哈哈哈 这整间的厕所是牛肉面 哈哈哈哈 啤酒加Whiskey 后来谁清的我比较好奇 哇 后来累 你觉得我妈会清吗 哈哈哈哈 可是我根本不敢让我妈知道 我妈就自己偷偷清 好想我妈也没有在看IGTV 后来她其实觉得 我喝两口Whiskey就会醉 她每天会叫我 说你真的不会喝就不要喝 到现在 到现在 我爸是 好像也 对 我爸好像也不觉得我多会喝 对 就是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我现在喝一瓶Whiskey 哈哈哈哈 对 到现在 到现在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 Whiskey加 其实就是酒加 加酒嘛 就是只要酒碰酒 就是那个效果就是加倍加倍啊 就是一个棒 它又有气 就是一个炸弹 对啊 就是 你是韩国人吗 他们不是都这样 啪 就是要碰 然后这样啪 然后就啪啪啪 一排 对啊 我不是说年少轻狂 我后来不敢了 对 哇 好厉害耶 我这次也算是九国因此 我有一次也是不知道 什么状况下喝很多的 就是SHA 从那 Takila 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不喝Takila了 因为我喝到 就是被人抬出去 好可怕 那我跟你讲 另外一个 你知道就是Long Island Iced Tea 其实大家都知道Long Island Iced Tea 其实 没有大家觉得Long Island Iced Tea很好喝 可是它是甜甜的 它其实是最浓的 因为它是七个机酒加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很多不同酒队 就是混酒 它一次一杯给你喝 所以你喝下去的当下 就是会觉得 哇好开心 但是其实它醉得很快 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 求一个醉得很快 你就叫Long Island Iced Tea 那我觉得更厉害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以前 我都以为我酒量不错 然后呢 我那时候就是 出去然后会碰到朋友啊 然后大家说 哎来喝来喝 我就说好啊 然后他说怎么样 你想要喝什么 来厉害的 然后说Long Island Iced Tea好不好 那我想说 我也才刚来 所以我酒量OK 对 然后自己觉得不错 但是我不能夸当 我就要说我们酒量OK 然后大家说OK 那你一定可以Long Island Iced Tea 然后我想说 就一杯也还好吧 还七个 为什么要这样 还有烹火的那种 你知道吗 第七杯 就拿出碗啊 怎么会有 Ate 你看到他Ate Michael哥 哦 那是我第一次跟Michael哥喝的 然后我现在在他念的钥匙 因为他说 我跟你讲 他喝第五个Shot以后 他就不见了 他就说我就不见了 Long Island是大杯的吗 没有Long Island的Shot 然后分开喝 哦 对 但是他不是很Shot 他就是大概两三杯的 比较小杯的Long Island 对 没有小杯的分开的基地 哦 七个 哦 所以我才 七个鸡酒分开 七个鸡酒的Long Island 就是超Long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一个鸡酒 就是他还有点火啊 我就说 哇 这个是Long Island是不是 然后你知道一个面子问题 年轻气色 然后他 第五杯后我就觉得 天哪我不行 我要回家吐了 然后 我就趁他不注意我就走了 那时候其实我才刚到Ateam 还在等我朋友 然后只是遇到了我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很久没见 他说他要记得喝的 你后来去你的朋友 去的那个朋友呢 他就没有看到我 也就失联啊 我就回家吐 然后该不会也去被买狗格 喝了吧 他只要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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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喊了 对 但我一样最深刻是Long Island Ice Team 你的鸡酒分开喝的Long Island Ice 这种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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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人生中也是一个 我也很怕人家拿那个酒攻阁出来 酒攻阁 叫人家这样酒攻阁喝 好可怕 还有那种转盘 哦哦哦哦对 转盘每一个都是酒 就是看多少酒 然后你要转到哪里就要喝那一杯的 那你有玩过Drinking Games吗 那Drinking Games很多 我以前是Drinking Games 对啊 哪一个 我以前在英国玩的Drinking Games 是看那个 3 Fingers 4 Fingers的 所以你就是调一个就是不定浓度的酒 然后你就是 复刻牌 你就甩到什么 譬如说一点就是1 Fingers 2 二点就是2 Fingers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要 做一些动作 然后错了又要继续喝 然后什么的 这样子 哇那个也是会玩的 其实就是要去喝酒 其实就是要开心玩啦 就是要 就是要喝酒 就是要喝 诶诶诶诶诶诶诶 是不是才1 Fingers 你说 然后有时候不太想喝那么快 但是你没办法 就是抽到4 Fingers 就是要把那个4 Fingers 半瓶喝完这样子 好可怕 对 对 有想到 因为其实我刚刚不是讲 Souho 跟他们那个企业以前 对 一个企业习惯 对 以前就是 像风 风俗 对 都是要几乎每天都要去应酬 对 如果是业务单位的话 那他就讲了很多 以前很好笑的事情 他现在是没有那么需要啦 毕竟年纪也大了 还有新一批啦 对 什么长张前浪推后浪的 长张后浪推前浪 后浪推前浪 然后 anyway 反正也因为我的关系啦 所以他就很少出去了 对 但是他以前就 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说 说了很多 像刚刚我讲的那个 吐在 吐在那个桌子的事情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也很好笑的就是 虽然是不良示范 但是真的很好笑 因为早期 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 他们以前就是也是去应酬 然后喝完酒 然后有一个同事啊 就是喝多了 对 然后他就坚持 他要骑摩托车回家 然后他们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骑回家啦 因为你喝了这么多 他就不管 他坚持 要骑回家 他上了摩托车就要走 然后同事没办法啊 虎哥他们就只好 包了一台计程车在后面 跟着他 以防万一 对 然后结果他就骑骑骑骑骑骑骑 然后骑到红绿灯 对 因为半夜嘛 车子比较少 他骑到红绿灯的时候 红灯他就这样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以后 他因为他可能醉吧 就有点累啊 你就看到那个车子 这样慢慢这样 嗯 他就躲在地上 因为他的脚没有力撑住 倒在地上 然后 然后一定要绿灯了 然后他们就在后面叫说 哎绿灯了绿灯了 他就 嗯 一直叫 起来后把车子弄起来 然后继续骑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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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到下一个红灯他又 嗯 我就这样一路 弄了很久才骑回家 他无危险 然后 他 他有一个外号叫追风少年 因为 他还有就是 骑回家以后 他明明说他骑回家 对 他一直没有到家 对 为什么 然后就觉得他好奇怪 到底是骑到哪里去 是不是出事还是什么 结果不是 第二天早上他妈妈下楼 我看到他 在 家门口 坐在摩托车上睡 我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 现在抓得比较严 真的需要这样 像倒霸就有被罚过 真的假的 9万9还是8万8的 哇很严重耶 因为我觉得蛮好 就是我一直觉得说 你喝一点点酒 你可能判断的能力都有点问题 所以就真的是都不要 就是只要有喝酒都不要再开车 但是我那时候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发现加拿大的法规好像有点 就是国外法规好像有点比较不一样 就是超过 对他们是说你喝了一点点没关系 因为好像他们 因为他们要开车回家距离比较远了 所以他们让你说可以喝一点点 但是不能说喝到的超多超多 就是他有一个限制 但是可以喝的这样 还蛮妙的 那我在这里我觉得我要好好重生 就是好好就是怎么说 重建一下我喝酒的名声 什么 因为我朋友 你知道我们共同的朋友 他一直每次看到别人就说 闪姐吼 我跟你讲他上次有一次喝酒 在18叠一个狗吃屎 然后还去挂骨科 因为什么膝盖碎掉 我怎么没有 我不记得 只要看到谁就跟有人说 真的 然后我每次都在旁边说不是这样 我没讲真的不是 因为那是在18 大家知道18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 他就是后来有一个很细的走廊 然后你要这样穿过去 黑黑的 然后我才刚到 然后一进去我就铺街了 然后我的膝盖就变一个圈的黑色 隔天看 然后就是当下你还不觉得怎么样 然后喝酒又可以有点麻痹 对 所以就不觉得怎么样 隔天我就下到一个黑点 然后走路就有点一摆一摆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有去看一下骨客 看是不是怎么样 对对对 结果呢 好像有一点点 然后就当然可以自然复原 就是有吃一些消炎啊 什么药这样子 但是那个真的是就是 不是因为喝酒 不是因为喝酒那种物事 而是就是天太黑 然后走路没走好 喝酒物事我超多的啊 以前常常就是喝了第二天就肠胃炎 因为我本身胃就不是很好 那真的是喝酒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就要去医院挂点滴 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跟喝酒有关 对 真的就是喝酒要小心的地方 然后我是真的摔倒 真的不要再说我是因为喝酒摔倒了 是是是 喝酒我就是要小心 大家要开心的喝 然后喝 但是要酒量 对要酒量 像我现在喝酒真的都比较小心 我也是 我想要一觉得不太好 不太OK了 我就真的就不喝了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 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拼了 大家也没有那么疯 对啊 我觉得至少我们周遭的人啦 因为我碰到我其他的朋友 还是喝的蛮厉害的 对还是有 还是有蛮多喝的很凶的 看熟不熟的 看熟不熟 对 会不会继续逼你喝的那一种 对 所以开车不喝酒 走后不开车 然后喝酒要适量 适量 像我呢 对 我就是自己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 在哪里了 假如说空腹去活动 喝香槟 我只能喝两杯 第三杯我会 就会开始跳舞啊 然后走路 可是你两杯以后就很活泼 对两杯很活泼 但是不至于就是跌倒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量在哪里 因为像我去活动 我就滴酒不沾 因为我的脸会非常的红 其实我真的没有嘴 但是人家也会觉得我超嘴这样子 然后拍照也不好看 然后整个场面也是有点尴尬 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喝了 或是拿在手上就是抿一下而已 对就是有个客气的感觉这样子 反正就是知道自己的limit在哪里 然后开心的玩开心的喝酒 然后酒后不开车开课不喝酒 最重要就是这个 对 对 然后希望大家尽尽看看平安 什么 你还要讲什么 我补充一句而已 就是我多么会乱喝 喝到我去元素在路边吐 我想一下 元素 元素的路边吐 大家都是这样子啦 因为他们日本快乐才凶 对 然后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嘛 然后上了计程车 又吐 日本计程车超气我 欸我跟你讲 我在英国计程车吐过 我后来给他200磅 就是没办法 你一定要陪他起来 他是看起来超凶的 他们一定超生气 很惨 而且我那一次还蛮好笑的 因为我在计程车上吐之后呢 我又回家吐 然后我就是我也没有吐在那个马桶里面 我吐在浴缸里面 然后我的晚餐 浴缸 对我晚餐是sushi 根本就是虎哥 没有我晚餐是sushi 你知道怎样吗 有个鲑鱼跑出来 一整块 因为我 为什么要吐在浴缸里 因为你来不及 你就是这样 啪然后你赶快吐啦 那来不及 真的是来不及 我真的觉得 吐在浴缸里很没有公德心 像我就自己拿着自己的包包 我有洗 那你就是比较高规格 我就没有 我就是吐在 你就跟虎哥一样 我就是说 浴缸怎么可以吐 最重要 你有听到吗 最重要我把sushi吐出来 而且是圆缸不动 一个鲑鱼 因为我吃饭就是 有名的快 加上没有在咬 对 然后还真的没有 是sand sand 好啦 今天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讲这些荒唐式 讲个没有 你知道三五集都没有问题 对 其实我有超多 很多荒唐的事情 酷啊什么的 今天就轻松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咯 然后拜拜 今天还要带我们按赞 点阅分享 留言 Bye 好 拜拜 Whats Angie ef hunger